医学文献研究统计 膀胱癌占全部恶性肿瘤的3%到4% 发生率是占第11位 每年在美国大约有22万个新的病例被诊断 其中男性占4分之3 在台湾膀胱癌是泌尿系统中常见的癌症 事实上血尿是一个常见的疾病 血尿分为疼痛性和无痛性 而疼痛性的血尿一般民众比较容易察觉 但是无痛性的血尿容易被忽略 疼痛性血尿的原因包括尿路结石 尿路感染外伤 兼职性膀胱炎 泌尿到感染尿路结石是最常见的 尤其是在夏天流汗比较多 又常常忘记补充水分 所以很容易造成感染和结石 我们泌尿科门诊血尿的病人 大约8成左右都是这两个原因 肛工内饰剂的一个手术 就是把那个肿瘤用内饰剂的方式把它刮除 那我们通常会去看一下 有没有侵犯到所谓的肌肉层 那有侵犯到肌肉层跟没有侵犯到肌肉层的治疗不太一样 那特别我们有一些病例 那它的产生的症状是以这个类似像膀胱炎 那甚至有一些尿路的阻塞 像摄物线的肥大 那始终都有低度的尿路感染 这些也不要轻忽 我们最近有一些案例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影像学分析 甚至于细胞的检查 细胞学检查 那因为这个肿瘤它很容易脱落一些的肿瘤细胞 所以或一些蛛丝马迹在我们的尿液中可以被发现 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无痛性血尿 这些血尿病人不会感到任何不舒服 只有排尿的时候尿液呈现淡粉红色 红色或是有血字 血块 而且血尿出现的频率断断续续 更容易让民众忽略 临床上血尿的原因很多 包括可能一些发炎性疾病 感染的问题 尿道感染 尿路结实 社会腺肥大 甚至有些人他吃了火龙果 甜菜根 都以为自己有血尿 无痛性血尿最常见的原因是尿路系统的癌症 例如说肾脏癌 疏尿管癌 膀胱癌 尿道癌等等 所以50岁到70岁有抽烟的习惯 或是常常会吸到二手烟的民众 如果发生了无痛性血尿 要特别怀疑是否罹患了尿路系统的癌症 膀胱癌耗发年龄通常是60岁以上 医师临床发现 近年来年龄层有下降趋势 可能50几岁病人也会有膀胱肿瘤的现象 一般来讲最常见危险因子 抽烟以及是否有接触化学药剂和染料 无痛性血尿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怀疑到 是不是有这个长肿瘤的可能性 那做了 我们通常在门诊会做一些 比如说验尿 细胞血检查 还有那个超音波 尿路摄影检查 那甚至真的高度怀疑 还是会请病人安排一个膀胱内视镜 去确定诊断 膀胱癌算是我们密尿科里面 蛮常见的一种疾病 然后膀胱癌的症状非常的不明显 所以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 倒是他在体检中或者是一般的症状 他出现血尿的时候 会引起我们比较大的关注 所以呼吁民众如果有任何血尿相关的 即使是显微血尿 在我们的体检中发现 也都不要轻忽 医师指出膀胱癌高复发率治疗完成后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小铃铛 小铭铛